所以我们的回圈 所以回圈 基本上从第二 为什么从第二呢 因为第一列是标题 栏位名称 所以从第二 一直到多少 到第七 应该了解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就是再来怎么样 新增一个工作表名称 所以add 对不对 然后这个add之后的话 因为这个工作表名称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rename一下 那名称的话就是这一个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 不过慢慢的你要习惯 因为前面我们用的比较多是sales 前面没有放sheets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如果你们将来不止一个工作表 如果单一个工作表 前面不用去放那个工作表名称 可是如果将来你的工作表很多的话 那你要跟他讲说 你的sales是放在第几个工作表 你可以给数字 或者给名称 我一直强调 你这个1也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问题9 刮胡2也可以 但是你用刮胡9 问题2比较危险 为什么有可能这个名称将来不是问题 可能他又跟你改成三支 诸如此类 也许你复制过 他也许下一次变成三的 名称如果 所以你要取一定是取最安全的方式 你可以给数字 或者给名称 应该了解意思吧 OK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i i的话就是现在是从2开始 然后呢 c的话 因为我们是取得这个里面的c栏 当然你也可以c的话你也可以给3 也没问题 我讲过嘛 sales 后面那个第二个参数啊 你可以给一个数字或者给个名称都没关系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name就取得 就把它rename一下 rename有没有 瑶瑶就取得瑶瑶瑶的这个然后再把游标 因为我已经建立一个工作表了对 再来一下取得什么取得资料 就是把筛选瑶瑶的资料再把它call过来 所以要怎么call呢 然后再切回去 所以切到什么呢 切到问题9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呢 做那个autofilter autofilter就是筛选嘛 对不对 然后筛选的条件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的就是前面一样的 有没有 根据这个瑶瑶 那所以criteria 这个criteria 有没有 就是根据跟上面是一样的 这个名称就是可以把它copy贴过来 然后呢 根据哪一栏 第三栏 对不对 然后就筛选出瑶瑶对不对 然后呢 把它全选 那全选的话呢 那游标放在a1 在ctrlshift 其实end啦 可是这一题好像有点怪怪 end不行 所以呢 只能向右 向下 有没有 ctrlshift向右 向下 就全选了 全选之后的话呢 复制ctrlc